五年前的今天 大夏失去了两位重要的科研人才 沈乔苏与秦旺 乔苏 小旺 你们已经离开这么久了 没想到才过五年 夏国在我们的努力下 变成了这幅光景 既然来到了古代 那我们就要创造出 更多更好的东西 你说这个国家 要是由我们掌控该多好 什么 没什么 我说红灯了 国师和尚书大人 修了这么好的水泥路 居然还有人骑马不骑车 土老猫 老规矩 二位里给我茶 谢谢 看看 我屋里人啊 就是在那家买的 博瑞美定装喷雾 我上次啊 就跟他抱怨过一次 我装花了 他第二天就给我买了 看 逛了一天街了 什么事都没有 我特意为你也知道 这算什么 我老公啊 还给我买了博瑞美心上的黑丝呢 你看 这也是 这是 他 什么红气烦气 什么东西敢拦老子的路 瞎了你的眼 知道马上认为是谁吗 这是我北迪的使称单 下国有国师拟定交通法 红灯就是不准走 还有 人多的手 不准骑马 北迪使者 不懂我们的规矩也算真诚吗 不知者不怪 算了算了 诶 规矩我刚才已经说了呀 他还是没下马 什么狗屁交通法 快滚开 你是谁啊 好生说话是给你面子 说了规矩不听 那就是给脸不要脸 当我们下国人都是泥泥的吗 下人本来就是无能的软蛋 像你这种低我一等的 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你 低你的神 那你就给我滚下吧 今日退一步 对方就明知故反 骑在他身上 原知他日他不会加马蹄 胎在你们头上 没有下过人的允许 你上马一次 我便打你一次 跪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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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人 他们人多我们行 哼 你叫什么 姓氏 你们瞧苏 若想找我 姓冠 若想找我 姓冠来 刚刚你太聪明了 我们就两个人 你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我的身手 你还不知道吗 再说 这不还有你呢吗 大人 大人 奴才总算找到您了 公公 什么事 你慢点说 大人 这次北帝是这前郎 要与这场小比赛 肃进交流 北帝对我大夏 虎视眈眈 皇上 想邀请二位 赶紧回去 商议对策 参见陛下 朕听赵公公说你二人在坊间跟北帝的使臣发生了冲突 可有此事 陛下 这件事情跟国师 国师 你可示出来什么 表面嚣张鲁莽 实则能屈能伸 需要多加提防 嗯 哎 亲爱情 你看看这个 北帝这次派使臣过来 说要通过敌场比赛 促进两国的焦虑 这有关于大夏国的颜面 我思前想后的 还是交给你二人比较稳土 这样我才能放心 臣等遵使 师父等等 参见太子殿下 师父与我不必多礼 太子殿下 您将我们拦在这里 可是有什么要事 是使臣入京的事 使臣入京 太子殿下可是发现了什么 他们来者不慎 于是对他们带进来的东西 都进行了仔细检查 虽说没什么违禁物比 但是有一样东西 却没人知道 师父见多识光 能否帮我看一看 没有人认识的东西 就是这个 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还是接机局 可是 今日与北帝的比试乃是正式 想必太子的事情 等比试之后也随费 殿下 我先带小苏先进去 哎 这次被看出来了 但这次还真有事 陛下将比试的事情 全都交给了神经 太子更是对他信任有加 如果再让他出风头的话 那我们在逃中 将无力阻止地啊 哼 怎么着咱们也不能让他 龚家老头 这可不妥啊 如果比赛输了 下国的一面何存呢 他要是赢了 你甘心一辈子 为这个女子踩在脚下 这个东西好好舒服啊 下国人 冠会有些奇迹银巧之物罢了 有什么气啊 立国立民 即使是奇迹银巧 又如何呢 师兄大人 小了 格局小了 原来是你啊 嗯 是我 你 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吧 下国皇帝 你们下国已经沦落到 女人都能上殿了吗 这 听闻北敌曾输给一位东夷的女将军 怎么 被女人打出阴影了 博师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当时使臣又不在这场上 不至于怕成这样 你 哼 我懒得给你们记下 我们北敌人可比不过你们下国人的嘴皮子 下国皇帝 我北敌此次前来 就是想跟你们鄙视一块 如果你们输了 那就得将龙溪边关的石头城市给我让 早就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 还真是狼子也行 大 下国 是让你翻帮小国可以觊览的 闭嘴 翻帮小国 你也不想想 你们下国现在还有一个能打的将领啊 反观我们北敌 现在可是兵长马壮 想拿下大下 简直易如反掌呢 放 北敌使者 你好大的胆子 狼人 把他给我拿下 下国皇帝 你们该不会是输不起吧 如果我不能平安的反回北敌 那我们北敌十万铁骑 一定会踏踢整个大下 北敌国立日 你想什么 此事确实不能硬胖呀 你们先退下 史诚大人 你只说我们输了会怎样 可没说 如果你们输了呢 哼 如果我们输了 那我们会向大下 每年进贡一百万两黄金 海外加五千匹沾马 不 我们 根本是不可能输的 简直是狂妄至极 好 那就开始 这位 就是我们北敌 最厉害的速算大价 这第一场 我们就比速算 各位 同样的账本 看谁最快得出答案 你们下国 看谁来呀 北敌蛮夷之地 借于笑 地下 人与陈来 这 不是 你怎么看 陈大人勇气可嘉 但是 功课你做了吗 我三岁学习数算 怎么也比从未完成数算之法的博师强一些吧 真是鲁莽 陛下 既然陈大人如此论定 那就由陈大人来吧 那就一 秦爱卿所言 现在看你怎么出风道 如此妙力 这 这是什么 这 这算吗 这是真怪 你只有最厉害的数算 现实才能得到 大人即便这 恐怕也 过了一段 陈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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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陈大人 大乱你们的人 是被吓到了呀 陈大人身体欠佳 陛下 还是我来吧 陈大人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什么 什么意思 博师的意思就是说 你下来 他上去 如此是好 博师虽然擅长发明 可博师大人平日里 从来没有展示过这方面的才能 那你可就瞧好了 博师 你这是干什么呀 陛下别担心 我只是怕一个人翻 跟不上我的计算速度 所以四成两半 一起翻 你仓房 华中缺丑吧 当不得大牙之堂 你不用算盘吗 招什么急啊 不是在这儿吗 我从没有进 造成如此奇特的算盘 师傅 你要研究出什么新东西了吗 计算器 说算用的小物件罢了 就凭这个也想你我金算吧 做梦 你们要快一点 等一下 来 還等我這一還沒看呢 我算完了 一千兩百三十 什麼 這麼快 居然全對了 我自然輸了我們贏了 哈哈哈你贏了我這算盤 是你的了 你要他幹什麼 我要的是你們一百萬兩黃金和麻皮 你贏了一場而已 別高興的太早啊 下一場可是要憑真本事的 再用這種小聪明 你小心民生死啊你 黃金兩百萬兩 你說啥 史辰大人說大話 我會覺得不用付出代價吧 既然這樣那就再賭一局 如果我贏了賭注增大 那你要是輸了呢 史辰大人想要什麼 我要這兩樣東西的圖紙 這種奇迹銀巧之物 史辰大人喜歡 那你別管啊 你就說 敢不敢贏戰 好 我答應你 好 那就說定了啊 我把這塊挨上來 接下來我們比一數 誰能用最少的時間救下他們 就算誰贏 風寒 如果這麼嚴重 在古代非敵可以要命 北敵神衣的 這位就是我們北敵的神衣 他可是化神衣的得意弟子 就是那位號稱能從嚴王爺手裡扯人的化神衣 沒錯我雖不及師父 但這小小的風寒自然不再發行 也缺血河 不太陽光臭 雍雍雞 下巴 雲穴 胃魚穴 哎呀 醒了 沒想到這麼快就醒了呀 神衣 不愧是神衣啊 收著這個方子 隔上三天 老朽 保你藥到病出 都聽到了吧 啊 三日 隱虛三日啊 便可全日 瞧瞧 現在都能爭眼了 三天 會不會太久了 我可以讓病人片刻醒來 你 你簡直一派胡言啊你 這天下 還沒有人能夠讓 如此重重的風寒片刻醒來 當我北敵是傻子不成嗎 國師啊 這場比試呢 有關於我們大俠的 國運 哎 說要誰 陛下 臣真的可以做到 我看你分明是在拖延時間吧 去外面告訴他們 中毒風 來要去 石橋索 敢害我處處 找你的人去他醫院卻沒有可用 趁你怎麼辦 什麼 你怎麼不早說呀 哥是 人倒是來了 人來了就讓他們趕緊進來 你問我這是幹什麼呀 你 那個 我以後再也不讓手下人人就可以死了 哎 陳尚說 別呀 怪好看的 瓜瓜 果師 要將我們帶來了 就憑一群女人 也想筆尖我們帶來的神衣 簡直可笑 好 老朽 星衣幾十載 針灸開放 也是手到勤來 卻從未見過 用針把藥送進身體裡面 神衣行衣數十載 確實見過不小方法 但我恰好 站在仙弦肩上 縱攔千年醫卷 狂妄 老夫的見識 比你吃的鹽還多 是嗎 就好比為了普賽 眼睜睜看著病人病情加重 直到今日 才開藥方 我 我 我好啊 這幾日 飲食清淡 戒心了 這一針下去 就扶了跳 還真神 是他明明剛剛 還躺在地上的呀 他這是什麼用 你到底用的什麼用 你又耍了什麼小宿命啊 這怎麼好得這麼快 這不可能 這真的不可能 神醫啊 真是神醫啊 可是 您救了我的命啊 起來 快起來 哦 我明白了啊 一定是你讓他裝病 這人的話 怎麼能這麼快去好他啊 史成大人 他的病是真是假 你自己心裡不清楚 他的病是真的 老夫 輸了 認輸 我讓你認輸了嗎 去給那位病人打針 救人 從我看到他們的病情 越來越嚴重 還有我 我卻無動於衷 我就知道 我輸的 不僅僅是醫術 我是 受教了 喂 喂 我話還沒出來 你幹什麼 史成大人 你在我下國找病人 從風寒拖成重症 這筆賬 比賽過後我親自找你 不過兩個平民百姓而已 你奈我如何呀 管道是你呀 你還是想想下一場的比賽吧 下一場 我們可要換個地方比比了 這第三局 你們誰來 我來 爹 怎麼又是你呀 我說你們下國是不是沒人了啊 怎麼總讓一個女人上場呢 成何體統啊這是 管人 管人 這輸了兩句就破防 不嫌丟人呢 太子 這北敵使者說的也對 總讓國師出馬 要顯得我們大下無人呢 哎 罢了罢了罢了 這這這 換來換去也屬實是麻煩 那就還讓國師比 他們腦子被鋁挺 沒什麼夠啊 哎 一句女優之輩 親術定是不怎麼樣 嘿嘿嘿 國師啊 我知道你很擅長文鬥 不過這奇術 怎麼樣啊 喂 這是 汗血包馬 為敵人金戰奇術 女子脊弱 怎麼能贏得了 被敵人 並沒有汗血包馬 這是有人在場中 還動作被動 小蘇 這奇術 我們確實抵不過比 要不至少還是 還沒比就認輸 可不是我的風格 再說了 誰說我一定會輸的 嗯 啊 待會兒要是被媽踩死了 那你可怪得我們 追得上我再說吧 媽 可以自己選吧 當 嗯 嗯 那就讓你們瞧瞧 瞧 瞧 我的寶馬 一個鐵嘎嘎就想贏我們呢 瞧不起 一會兒 別連我破疙瘩的尾巴都看不見 小蘇你這什麼時候研究 前段時間你怎麼不在家 問你你我不說 我就這麼研究了 嗯 嗯 小心點 下次過去 早告訴你 哪有什麼驚喜 等我贏了這場比賽 把他送給你 趙公公 哎哎 這這這這這 這呢大人 我在哪 通知主見 開綠 我要讓所有人看 我是怎麼把這個北敵人 甩得連人影都看不見的 好嘞大人 下人 今日 就讓你們看看我們北敵在馬背上的本事 好啊 我也想瞧瞧 什麼人能在水泥地上 贏過我的寶馬 要不這樣 我讓你先 最後看看誰贏 下人 你竟然小瞧我們北敵的御馬之術 哎哎哎哎哎 磨蹭什麼呢你 人家果子都說了 那還不趕快走我們先行出發 開綠燈了開綠燈了 國師要和北敵人比賽騎馬 所有主席道為國師讓道 主街道為國師打開燈席 百姓退避 退避 什麼國師要和誰比賽 和北敵人比騎馬 國師 國師 不是個女子嗎 女子怎麼了 你借國師出貨嗎 沒錯 國師 乾杯北敵人 國師 乾杯北敵人 隻子出發 由主街道城門口的陪來 最先到達這個活動 等等 太子等一下 我來吧 這是我的活動 你贏了他嗎 我管不著 但我這關 你別想過 哈哈哈哈 這麼猖狂 看來需要姐姐替你刷新一下三關了 九 五 四 三 二 瘦了這麼多大話 五 咻 如果給她 咻 咻 等我變得被遇見 我別哭了 咻 那是國師吧 國師那次的事是什麼 太帥了 不是說兩個人比試嘛 另一個呢 你從來都沒見過這麼慢的吧 咻 咳 我是如此自信 不会是想说自己这么快 行了吧 就这 我还抽空回家洗澡吃饭 换了声音 陛下 陈信不辱命 好 我是干得漂亮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北地 怎么可能再马上输给你们呢 谁胜谁负 自由我大下死名作证 你不是拍了条尾巴跟在我身后吗 结果如何 一问便知 你骑的根本就不是马 对 根本就不是马 你们下个人 晚会用旁门左道 即便是胜了 那也是随胜有齿 哦 那么问题来了 咱们这场比赛 比的是奇术 还是马术 奇术 废 既然是奇术 那么使臣大人刚刚说我虽胜有齿 小女子也只好非常羞耻的赢下这场比赛了 你 我是 你就少说两句 哎呀 使臣大人 不就是一场比赛吗 千万不要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和气 陛下说的是 重在参与嘛 反正还有最后一场 到时候输了 再说也不迟 陛下 臣建议下一场换人 你说什么 你今天三场 给他们留些面子吗 他们本就来者不善 要给他们什么面子 如果再也 怕是一两国邦交不利 就如秦尚书所言 陛下 祖父 你信我一次 我总不会害你 好一出狼情惬意 看来果实是知道第四场必败 不敢应战了呀 小苏 这女人老是上场 成何体统啊 我就是想不明白啊 这泱泱大夏 怎么就找不出一个敢战的男人呢 就第四场 我来 你来 你算什么东西呀 我是谁 一会儿你就知道 好 那这最后一场 咱们就给射手 你们当真呼吸 秦大人是我们大夏第一次射手 这 不用神器 神器 是不是长这样 什么 对面也有尘域 至少他不是 是不是 这又是何物啊 这微臣也不知道啊 此等其物 你问国师吧 装神弄 不是说比射数吗 比呀 当然比呀 大胆 嗯 师傅这是 在我里头 还好我早有准 哼 我是啊 你过来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我北地男人 有多能奢呀 嗯 哈哈哈哈 你找死 千年 你找死 枪呢 这东西 要总是没人知道 没有人认识的东西 小苏 比试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还是先进去吧 来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找个新的过的人 然后抢下他手里的东西 难道 国师也有人吗 跟书役没关系 此物一处 会死很多人 这就是物业的小品 也是说 有内鬼 还有北地的那匹马 哎 我等什么呢 国师 你不是想赢我吗 过来啊 先救人 可 急着输吗 不是要比射数吗 那你不得先站过来 小凳子 去把我的工拿过来 就在马车下面里的 那个大箱子里 可别拿错了 是 等什么呢 过来啊 没事的 神教宿 没事的 别动 别发现了 不然间 不想陪你们玩了呢 别发现了 秦王秦大人 国师的左宝右臂一声至爱 我怎么能不认识 啊 放肆 好你个北地时辰 原来我大厦的重臣 岂能让你这般侮辱 大厦重臣 过我北地的一条狗啊 这位大人 这位大人 是不是你们大厦的重臣呢 王大人 王大人这是死的吗 像谁当能杀人 我是 我是 这下国皇帝 还真以为我们是来比试的 怎么计算你宝马车什么赌注 简直可笑 只要有了这个神器 整个下火 都是我的 当然 还有国师你呀 别这么装逼了 你就一把破手枪 我大厦有十万玉林军 原来你认识这个神器啊 那你刚才都是装的 还没等你把鸡蛋打完 你就得死 那我就杀了 杀 你敢 来呀 师傅 啊 啊 别动 不怕死是吧 啊 他呢 他可是你的左膀右臂一生之爱 怎么慌张成这样 怎么样 做个交易吧 那不是 你想要什么 很简单 一命换一命 有他的命 换你归顺北敌 什么 归顺北敌 这种时候 他很有心招揽沈乔苏 你是嫌 之前被我虐得不够惨吗 大国师 你要是愿意为我大敌 制造更多这样的神器 别说金银珠宝 两天万寝啊 就算是猎徒封侯 我也能替国主 答应你啊 这人之间被我记得跳脚 都是装的 好一个猎徒封侯 好一个猎徒封侯 沈乔苏 你明明可以直接投敌 何苦演这么一出好戏呢 身为大厦国师 甘愿委身蛮夷 北地里还做了多少龌龊的事 国师为国一名 你再敢不说八道 我拔了你的舌头 如果没有国师大人的诸多发明 我大厦连北地大军挡在关外 恐怕都做不到吧 不好 北地大军遇到城下 快 快把他给我抬下去 这是你跟我个人身上的伤口机 是那个神器 就是那个神器 没错 我北地大军早已装备了神器 战管够 我把你们都打死 也还有剩呢 陛下 如果不是沈乔苏投敌 这北地入侵 为何现在才有消息 更何况 在晚朝为伍 谁人不知 进军统领孙连城 就是你沈乔苏门下走狗 你 师父 难道你真的是 哼 国师啊 看了下国 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 啊 与其给下国当国师 你不如给我大敌当狗啊 就是现在 强 你怎么也有神器啊 抓 给你们那么多东西都能被人抢 碎 哈哈哈哈 是你啊 原来跟我们一直有熟悉往来 暗中给我们神器的人竟然是你 请 请望 小宋 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 不过现在也不稳 我就是了 北地的汗血宝马上有御马间的印记 御马间最近只有秦大人听 而且 今天在殿前我拿着北地神器图纸的时候 我正是秦大人拿着图纸吗 原来我阻止的还算几时 寒静 他自己想 秦王 你想干什么 秦王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刚才也听到猎徒封侯只在一念之间 我们应该去做更大的事情 这就是你通敌叛国做汉奸的理由吗 我这不是叛国 我这么做是为了大下 你我心知肚明啊 没有汤 这不再不变得更好 你要干什么 朱莱青 他手里的神器不多 赶紧把他拿下 陛下 外面的北地军队也有神器 上了他们没有用 国师 国师定有妙计啊 陛下 国师 国师赶紧救我 看到 这个就是你们心目中的皇帝 住嘴 你这个勾结外父背叛大下的乱成 只有你们认为北地是外祖 小苏 你不会也这么想吗 是啊 在未来 所有人都是华下人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未来 创造一个容易强大的大下 师父 靳儿 韩靳儿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师父 就知道你不好忽悠啊 你规划的未来太好了 可是这后果我们承担得起吗 把这个东西带到现在 要死多少人 那有 每一次改变时代都要死很多人 那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我们在那面旗帜下 法国师要守护他 是不是你都忘了 国师 为了我大下的子民 赶快把他干掉 我现在又是给他一枪 我只负责保护神 是吗 那接下来 又不是你们说了算 啊 啊 贝迪 贝迪的人已经打进来了 这不是来鄙视的兵吗 下国为你啊 国师啊 你为什么不把他拿下呀 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跟他对讲 先死的只能是我 而且 杀他一人解决不了问题 国师还是惜命了呀 你是因为我大下国的国师 为了我大下的子民 你死了就死了 死一个人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既然陛下张口闭口都是为了大下子民 那么 就请陛下为大下 付死吧 就请陛下为大下 付死吧 不不不 我可不一样 我那救护之尊 我那一国之君 我 我怎么能死呢 护家 秦大人 反正神器在我们手里 把他们都杀了不就行了吗 就凭这些 对面可是沈小苏 大人 您的弓箭给您送来了 第四场比试 你们的家伙亮出来了 我的还没 沈小苏 你疯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鄙视的事 国师 你别管什么鄙视了 赶紧把那拿下吧 打出去 我倒要看看 你们拿什么打我们出去 难道北敌神器 国师也有 赵大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刚才国师就用过 用过就有啊 对对对 国师 你一定有神器是吧 我没有他们手上的枪 什么 一个妇人之人的国师 也配只有小孩子 过家家的玩意儿啊 国葬 那么大的无盒 不 我确实没有那种 小孩子玩的东西 车 车车车车 车什么车呀 车呀 他手上只有一把 而我们手里有这么多 有十万 给我抽上去 活着省侨俗者 我赏一百个下过去弄 哈哈 上 犯我大下 算 都给老娘去死 没子弹 要不要我给你点 实大过世啊 不 沈姐 沈大姑奶奶 老婆上了个事呗 你饶我一命呗 啊 哎 其他人 其他人你你 哎 哈哈 姑奶奶 姑奶奶 你饶我一命吧 都是那个奇小贼 他呢 就威胁我 要不然我们美敌 怎么敢惹到您呢 非常好 乖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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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像有一个人 人都到熄了吗 挺熄的 人还没熄 但很快就熄了 正好 没熄的话 就赶紧撤退吧 是 打不过 现在撤退的话 不至于全军覆没 撤什么车呀 一进城 就被这个贱臂欺负 我咽不出这口气 待我北地大军一到 地要让他尝尝 我北地男友多残酷 你去 那你就准备承受大下女人的怒火吧 你 拜拜 我的秀 哼 装神弄鬼的 离得这么远 他能怎样 那是个物 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过来个情况 按照你们的话说应该是 加强烟花 烟花 来者时刻 是应该热闹一下 刚才 刚才怎么了 他来了 我也不清楚啊 不清楚 难道 是他手里的东西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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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不是 我赢了 公司大人您这是 啥情况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为了创造一个统一强大的大侠 那都是一条条活神圣的人命 我们在那面旗帜下发布是要守护他 故事也为大侠子民考虑 陛下 臣请召回禁军 护卫皇宫 不可 国师还在阵前 你撤回禁军 赤河巨星 北敌兵力强盛 皇宫一旦失守 责任 殿下担得起吗 陛下 北敌已经退兵了 大人 陛下 臣信不辱命 已经击退北敌大军 干得好 陛下 您是没有看见 国师的神器只用了两个 就把北敌军吓得屁滚尿流了 哎 国师又怒出神器来了 可不是吗 国师说是什么烟花 别说是北敌了 奴才看了都傻眼了 秦贼见识想逃 只见国师拿出一杆长杆的手枪 八百米开外 一枪便给秦贼击杀了 城乡上的人都人人称好 别听他胡说 就是个大炮仗 陛下 国师通敌叛国 大俗道 臣秦斩是乔苏 陈大人说什么话 国师今日先迎鄙视 后客北敌 何罪之药 今日 所有人亲眼所见 秦望通敌叛国 国师可曾叛变 他们是夫妻 朝夕相处的一无所知 沈乔苏 既不是主谋 那也是从犯 国师亲手杀了秦望 是吗 谁知道 是不是他们俩合伙演的一出戏呢 沈乔苏 你敢对天发誓 杀了秦望吗 我没有杀秦望 师父 陛下 铁证如山 臣请斩沈乔苏 臣请斩沈乔苏 罢了 国师 朕有给你一次表忠心的机会 你多制造点神器 撞到我大下的军队 我要灭掉北敌 你去尽日支持 这就想着打仗了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德行 国师 怎么 你不同意 陛下 臣没有不愿意 只是这些东西 已经耗尽了我五年时间 若是大规模 胡说 臣 臣是说 那有什么难的 不难 不如臣大人来做 我 陛下 沈乔苏 对制造神器一再推举 定是与北敌 还有构结 臣先延命 国师 你可有话说呀 陛下 臣没有说自己不愿意 臣 愿为大下 制造神器 答应他如此轻松 民心自识 果然他再制造出神器 或是 秦尚书 叛乱一事 你要不惩罚一下 是不是难以服众啊 陛下圣明 备战北敌 事关重大 不如就将沈大人 赞取国师之位 让他回去筹备军下 一来 可以用来制造神器 二来呢 还可以挽回生育 北敌被灭之日 便是国师 官府原职之时 国师今日立下其功 岂能如此折辱 国师 你意下如何 沈桥苏星高桥 必然不接受 怕是 要借我此把关而去 陛下 臣觉得 陈大人所言极是 既如此 陈以为 筹集军下 越快 越好 陈大人 所言极是啊 荒唐 军国大事 岂能而行 陈 愿立下 军令状 既然陈大人 如此热心 不如做个见证 如何 如何见证 北敌一日不除 大厦一日不得安宁 三日之内 陈将仇银十万两 好大的口气 你若仇不得到 既是军令 若仇不得 斩了陈便是 若是三日之内 仇得十万两 陈 请战陈献严 师父 您怎么会答应这件事啊 这明明就是 筹集军饷 用来制造神器 有什么问题吗 是没问题 可是三日筹集十万两 这怎么可能办到 而且你还立了军令状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 但对我来说 不一定 难道 师父有办法 听刀刀 就是我的办法 请 秦大人 小宋 你到底是小女 还是小生 秦大人 秦大人 外头风声正解 您这个时候回来 我不回来 你逗得过是 对了 皇帝 我们在这儿 一边啊 让沈乔苏 负责制造那些神器 一边 让我负责 打压沈乔苏 制造神器 他怎么可能答应 他答应了 答应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皇上说 让你打压沈乔苏 怎么打压 三天 十万两 因为您 您的事情 他难免啊 被外人误会 要想挽回生意 要想挽回生意 就必须啊 赚个金钱 当军项 造神器 否则啊 他国师的位置就没有了 况且 他还立下了军令座 赌他赚钱的呢 整个大厦 以博瑞美根赚钱的店 你找一个事 对了 对了 他现在 为了赚钱都疯了 您看看 这是 他想的昏招 一定啊 血本无归 亏他能想得出来 什么 这 这法子 当真迷惑 大概率 能坐下 那 咱们现在怎么办 来来看一看 博瑞美店铺新玩法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呀 新玩法 什么新玩法 管他呢 国师做出来的 怎么着 也得进去看一看呀 对呀 你里边强 里边强 里边强 家人们 店里 来了个新的电装喷雾 长效池装 控油保湿 一瓶 一千五百万 两瓶 只需要 两千七百万 这个活动啊 没意思 走了走了 没意思 那就看看 这个活动 有没有意思 拼刀刀 拼刀刀 定价 是两千七百万 但最后付了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了 投掷飞镖 投中那个格子 就减多少万 减 四百万 那如果是我来买的话 就是两千三百万 你们也可以找四个好友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好 对呀 要是每次都捡四百万 那岂不是七百万 能买两瓶 我来 我来 我来我来 我也要 我也要 给我 记得拿号排队 秦大人 您昨天说有办法 现在 拼刀刀依托于大量的顾客 只要不让大厦百姓去买不就行 啊 这 这不废话吗 找个人去散播一下沈乔苏的黑料 黑料 沈乔苏有这吗 你眼前的 不就是吗 啊 您是说 找人过去喊一声 就说沈乔苏的照 请望 里通北敌背叛大象 那些人自然就会在 啊 秦大人果然妙极啊 这办法只能用一次 下次 为什么 因为黑料这种东西 大家会忘记 拼刀刀 我得找人去拼 拼刀刀 拼刀刀 沈乔苏丈夫 请望 你通 可惜了 没事 老板 你好了 知道了 把对面马车也监视住 凡是从臣府出来的 全部盯住了 放心吧 老板 别气呢 继续继续 来来 真不错 今天运气好 你看 秦大人 这 要不咱们再拍一下 不用了 这两把车啊 已经被人盯上了 什么 这 这牙父亲 我感觉一个比一个小人 这怎么人越来越少了呢 去查查 啊 去查查 啊 啊好 我马上去看看 老板 修路 在 在修路啊 从居住区到美颜坊的路 全人朝地给围上了 那客人根本就进不来啊 什么 这明摆是真对啊老板 这水泥路是您修的 它什么时候坏过啊 这件事情您应该早点告读 现在就让他们撤走 站住 师傅 路已经敲了 早一天修好 这早一天立民 你现在不让修 他们怎么看你这个态度 三天之气已经过了一天 师傅你所收的银两 相较于十万两难说 实在是飞水车薪 那现在该怎么办 陈显妍这个孙子 竟然敲了我们的路 那我就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跨越山海来见 不错 包装吧 好嘞 你清冷禁御坊 你身材好 硬汉服 你脸显小 正太坊 脱了 掌柜的 老板说了计划有变 计划有变 怎么变啊 老板说了按这个变 这个变 你确定 这是老板要改成的样子啊 当然了 我亲眼看着老板写的 你看 这字 不就是老板的字吗 这字 确实是老板的字 但是 算了 听老板的话 没问题 你们三位 好好看 好好学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我好好教你 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要说伯润美那边 要出好多美男子 我也想去看 可是在修路 他们是他们的呗 这边有条水路 我租了船 一起 修路那边旁边的店 二楼能过人 咱们打个桥 一起过去呗 好啊 好啊 美人计 他竟然使用这么下足的手段赚钱 简直是犹如斯文 秦 秦大人 现在怎么办 这神乔苏竟然使用美人计 你知道这美人计的重点是什么 呃 美人 美人只是基础 重点在于这计 那您买通了博瑞美的火箭 是已经有准备了 好看的皮囊 大家固然都洗 可提供需要的情绪价值 还是最高的技巧 一旦让这些女人知道 这副皮囊里是不小和不堪 他们只会瞬间吓到 吓头是什么意思 帅哥呢 我要帅哥给我推销 对啊对啊 我们专门来的 姐妹们别着急 今天我请来的人 一定让你们满意 老板 都准备好了 可可是 准备好了不快点把人家请出来 快 老板 你喜欢就好 都出来吧 哎呀 怎么这样 怪害羞的 都知道了帅哥 但是没想到 嗯 你过来 这是我让你准备的包装吗 是吗 是啊 这是您中途才要换的 这还有您的字条呢 我说要换的 这确实是我写的字 但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您写的迎兵词啊 迎兵 嗯 一号 展示 宝贝 我昨天说夜了 说的什么夜呢 想 女人 以后不要再叫强了 因为强 他来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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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过来 嗯 给你十秒钟时间 把这些恢复原样 还有那个什么纸条和银冰 让它消失 是了吧 太重了 他们 是不是很油腻啊 是 国师 我们没得罪您吧 我们的命也是命啊 其实刚才 只是一个小插曲 妆面怎么能油腻呢 我们的电装喷雾 有亚光款黑色 还有水光款白色 让大家不脱妆 清爽 不油腻 自己 出来吧 哇 哇 哇 好炖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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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第二个 我喜欢第二个 我要 哎 哇 我还帅 哇 哎 我要我要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我要买 我要买 给我 给我 我要 买 你跟我一起抢的 模仿一个 刺激 还有这该死的鱼蝶子 千万 原来是你一样 滚 他的反应速度还是一如即往的快 这下话 让他发现我在皇城 陈大人 陈大人 你和你脱钩 秦 秦大人 这 我真没想到 你哪里想来的这些话 有人天天逼着我看 这下 自食其果了 那你 居然看得下去 还记住了 你先吐着 我先走了 对了 接下来让他们自由发挥吧 我们最后收网一下 还是不够啊 皇城里三家博瑞美店铺 加上第一天拼叨叨的人也来了 也不知道掌柜那边怎么样了 这个是打算要上的新品 有了 狗鸡跳墙了 谁派你来的 皇帝还是秦旺 姑娘 原来 是你 听说了吗 博瑞美这次有新活动了 不行 我已经买两瓶了 不能再买了 这次不一样 这次有杂花活动 听说可美了 那要不我们再去看看吧 走啊 哇 这也太漂亮了吧 等一下 还没定装呢 这都蹭不掉 装面这么美 所以才要做好定装 美丽 当然需要越久越好 快点快点 电完装我要去逛街 好好好 眼睛真好啊 哇 太羡慕了 国师国师 画这个妆要多少钱 我出钱 大家别着急 今天 在本店购买我们的新产品 再加一两 就可以拥有同款的粘化妆 只要一两 就能跟那一样 当然 我出我出 快给我画 快给我画 我要我要 我要 不要给我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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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奇怪 今天在本店购买我们的新产品 再加一两银子 就可以拥有同款的粘化妆 只要一两 就能跟那一样 当然 我出我出 快给我画 我要我要 我要给我画 给我画 给我来一个 给我来一个 不要给我画 我也要 我要别挤 我要别挤 哎 画的真好看 老板 我知道了 我亲自来处理 家人们家人们 看过来 今天我们除了粘化妆 还有其他的活动 大家一定会喜欢 还有活动 不要啊 我今天已经花了很多银子了 感觉国师 何外关心我的荷包 我还无法拒绝 就是 放心 我们的这个活动 就算不买电装喷雾 也可以参与 呢 这是什么 新产品 国师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东西 我暂时不卖 我卖的 是他生产的东西 一张照片 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他能生产什么 要这个价 画了这么美的妆 当然要留下美人图 不然的话 岂不白画了 做画 我家有画师 我不玩 那可不一样 我的这个画 大家看了以后再做决定 一张照片 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他能生产什么 要这个价 画了这么美妆 当然要留下美人图 不然的话 岂不白画了 做画 我家有画师 我不玩 那可不一样 我的这个画 大家看了以后再做决定 哇哇这是我这是我 太像了太像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像的画 大家别的 我要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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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 不要 不要急 慢点慢点 都有的都有 秦大人 那又是什么 怎么这群人都疯了一样 照片 画上散发妆之后 再留下一张照片 再现 在我们老家 都没有人能够拒绝 更何况他们 这东西 就像人走进去的一样 那现在怎么办 就看着他们赚钱吗 让他们赚呗 反正有办法让他留下来 他干什么去了 要不要 哎 算了 就像他说的 不管神教宿赚了多少 都留不下来 哈哈哈哈 三天十万里 不仅完成了 还超额完成 这下 我看他怎么说 超额完成 正好第三天了 超额多少 三天十万两 不仅完成了 还超额完成 这下 我看他怎么说 超额完成 正好第三天了 超额多少 陈大人 您来的正好 十万两把银 给您准备好了 您什么时候拿走 沈桥苏呢 老板下午出门了 银子的事 您跟我交接就行 居然还没回来 你来交接 好啊 外面的水泥路 是你们捕的 前日水泥路损坏 造成了一定人员 伤亡 华丹子的另外 还有伤亡人员的 赔偿款 和维修水泥路的费 不是 这路明明是 山桥苏修的 路会出门 小少子 你 放心 罚款 没多用 刚刚说 超额多少 十一万 那就我罚你十万吧 至于多抄准过 我就大发自卑的 给你 我说这路好好的 走的干嘛 你管他 上 有多少年 能跟我说说呢 当然是 早了三天 还真难为他们 老板 他们这 送官吧 送官 咱们不先自己问问吗 明摆着 冲着你来的 问出来有什么用 是 陈大人 他们不说了吗 上吧 送官吧 我先回铺里 咱们不先自己问问吗 明摆着 冲着你来的 问出来有什么用 是 陈大人 他们不说了吗 上 那就罚你们十万吧 至于多抄出来的部分 我就大发慈悲的 给你们了 才罚你们十万两 我还是很大 你明明知道今天 怎么了 你愿意 快就停电搜 别 干什么 不好意思客官 今天我们打烊了 今晚天气好 再多开一个时辰 好嘞 这车是 就这些呀 其他的都在内远 好 说清楚了 一起拉走 是 要要要要 这是干什么呢 抢劫啊 国师 不 沈老板回来的正是时候 我来收路面损坏的罚款 沈老板 不会不给吧 路面损坏 这么巧 我回来的路上 找到两个损坏路面的人 送官了 竟然直接捉人 不过 送官对付你的 就是这大侠最大的棍 是吗 送官肯定要好好擦 不过 这罚款 有啊 也是啊 拿去吧 那够爽快 不过 这罚款是收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第二件事 十万条没 沈老板 还能拿得出来吗 送官肯定要好好查 不过 这罚款也要交啊 也是啊 拿去吧 那够爽快 不过 这罚款是收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二件事 十万两白银 沈老板 还能拿得出来吗 找什么急啊 现在就给你拿 嗯 自己去取吧 这怎么可能 大人 里面确实有 十万两 人多 怎么可能 你赚的银子 不是被罚了吗 怎么还会有 你只说筹齐银两 又没说 必须是我自己赚的 关你毕竟 你 金大人呢 老板 这钱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记得 我让你帮我查个人吗 嗯 老板 你去抢劫了 说的什么话呀 我去抄家了 啥 老板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谁不长眼睛踹我吗 嫂子 您怎么来了 你还问我 秦旺背着我藏私房钱 你来问我 果然啊 我就知道 等私下给北地那么多枪支 你手里肯定还有不少银子 秦旺背着我藏私房钱 你来问我 果然 我就知道 能私下给北地那么多枪支 你手里肯定还有不少银子 嫂子 这个事 这是 搬出来 一会儿我带回去 别啊 这银子 齐望通敌参国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 知道 那跟这银子有啥关系 这个钱 是我打算拿出来救他的 我就说嘛 现在就搬 嫂子 您带车了吗 没有 没事 我有招 你等着 嫂子 银子都给你装好了 我说财呀 要不你下次 还是换个名字吧 寓意不好 寓意 啥寓意 俺爹俺妈给俺取的名字 哪能说换就换呢 我走了 嫂子你慢走啊 路上注意啊 小心啊 清哥 你怎么来了 哎 银子呢 我这不正是要跟你说的吗 要不说嫂子为了救你 那真是操嘴的心 不过你别担心 我怕嫂子累着 车给她开走了 她要你就给她 不然呢 你没听外面说 我判了大下吗 那你也没判法 对啊 那那那那 下回嫂子来 我还给 你这银子呢 你这银子真不白叫我 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没听外面说 我判了大下吗 那你也没判死啊 那那那那下回嫂子来 我还给我 你这银子真不白叫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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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下的 是啊 我怕有什么重要的事 就一直等你来到 不过嫂子放出桃花干什么 还挺浪漫吧 这不是桃花 不是桃花是什么 樱花 我就结了怪了 他那十万两的白银 到底是哪来的 皇上这次想打压他 说了个彻底 他们撕破脸皮 是吃草的事情 他最近干什么 哎 军想啊 是愁几斗了 不过就奇怪了 他没有急着造神器 反而啊 要在他那个 清平乐方 搞什么 笔歌会 还跟皇上说 任务乐方啊 当武器制造方 笔歌会 哎是啊 谁也不知道他 到底想干什么 您手里这是 笔歌会的情节 啥 为了实验 可可我约会时间 真是魔鬼 手机没射平保 又比教授发香 画什么呢 小人砍树 乔苏砍桥 为了以后能顺利约会 这个就作为咱们以后约会的暗号 约歌会还有这么多新银 真可怕 还有画的真丑 哎 不不 就这个 重新画 就这个 我说重新画 看来这笔歌会 我要走上一趟 废物 通租的都是废物 三天就三天时间 让神乔苏击起了十万 还有那个陈血炎 也是该死 万筒 陛下息怒啊 陛下 这个神乔苏 居然不再追踪和陈大人之间的赌注了 他们还扬言要在清平乐方 公司 笔歌会 笔歌会 清平乐方不是已经改成神奇制造方的吗 是的 陛下 听说锦欢公主也过不 锦欢公主 哦 朕想起来了 当年 他为了情况的婚事 还跟沈求素结了仇 柱子 您 您真的好记性 不过 清平乐方 乃是我们的军事基地 要不要皇上 不必 让他去闹 对了 那件事你办了没有啊 陛下 您 您真的要 嗯 陛下饶 陛下 弄才多嘴 陛下 什么心愿器 有些没见过呀 沈桑苏 再不出来 本公主就把你乐坊砸了 姐姐 乐坊开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关啊 黄尚嫌咱们的乐器 烧不了人呗 难道你们想一辈子 靠着唱曲过活吗 苏姐姐 可是 小裤包 一会儿妆都要花了 来 闭眼 嗯 好了 苏姐姐 哎呀 还好跟你喷了定装喷雾 不然你废得蹭我一身不可 大人 您 半哥会观乐坊 这些我多懂 但那些乐器 您真的要拿来当奖品啊 有多少人进了帖子 清平乐坊出的乐器 一直都是绝密 现在啊 公开说要拿来当奖品 外面都传风了 一票难求 沈桑苏呢 还不滚出来 拜见本公主 他怎么来了 沈桥苏 再不出来 本公主把你变混杂了 我当是谁呢 原来 是手下败将的 你说谁是你手下败将 我开博瑞美食 你想凑热呢 结果被收购了 赚钱输了 就我那些发明的好钱程度 很明显 花钱你也输了 骑马输打球输 就连跟我抢情望 你也输 屡败屡战 不得不说公主殿下 确实有几分奥里比克精神 在身上的 怎么样 这叫杜比拳请生 你你你 沈桥苏 今天我一定赢你 嗯 你加油 眼光不错啊 他是我新招的人 词曲都是义军 今天我就要在中部股培之下 赢走你所有东西 你眼光也不错 国师势在必得 今日公主又要输了 规矩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今日的圣者 可以赢走台上的所有物件 好 慢着 今天这场笔歌会 可以随意挑选对手吧 公主想说什么 我要国师给本公主唱一曲 我要国师给本公主唱一曲 哦 差点忘了 你已经不是国师了 一介平 本公主演义唱曲 才不鲜 看来公主啊 今日就是来上门休闭 这事的 如今身份天差地别 国师恐怕无法拒绝 哦 我拒绝 你拒绝我 你拼什么拒绝我 呃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激动 搞得好像我们俩有什么事的 你 沈侨夫 唱 今天必须给我唱 公主啊 虽然我被撤职了 但是我上次 你终于先给你去 你说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 把桌子下了 皇帝 要对你怎么了 你已经被撤了 呼唤怎么可能 我敢告诉你 你敢听吗 不是说开始了吗 还愣着干什么 来 开始奏乐 开始舞 他是我府上最美的 联衣人 怎么样 光在这站一站 做够了吧 开始吧 用什么乐器啊 回省老板 奴家不需要 嗯 清唱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们一起学猫 走 一起喵喵喵喵 好歹也是跟 我这么久的人 怎么这个评委 我的心 蹦蹦跳 一路 你怎么可能 没关系 你这回事 我们终于 站住 我 儿子 说 感谢观看 这是喜爱歌曲之人的笔歌会 隔着就是谁呢 下车 明运多船 痴迷淡然 毁变了青春 输尽了车帐 感觉平凡却不甘 平凡的溃败 你是马鸟 你是自由的鸟 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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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好 不甘平凡 那又怎样 还不是尊卑有序 你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 哎 你一定喜欢这件 他也会用其他 还好没喝 怎么样 这个 做不平凡吧 公主 咱们别忘报了 这什么意思 天坤寒冬 一宵过苍穹 长长刺破云霞 放下一生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孤身踪马 神似乎化 风卷残棋列甲 雪人万里光沙 成白小坛之间 与群尸流沙 看得好 这是好 男儿豪气甘云 看来 输的是你 算了 这几我们输了 算你是像 不如你 求着你送进去啊 一首海笔 送给周围平静 沙漠的月光 穿过云 活着人情 不成大海的泪 这首歌听着 最让人难受 是不对你 嗯 嗯 海浪 海浪 清晰雪鸡 放下 晚了你 晚海的舍 初听 谁的暗命 在指引 灵魂 没入寂静 无人将你 你喜欢海风 海风闲闲闲的气息 才知是谁的杀力 你说人们都会 应该洒进海里 你问我似乎 回去哪里 有没有人爱你 世界能够不在 从来对恋不得人 扯着笑脸 暗想人们脸上都挂着 无关 人间毫无留恋 一切散 这宫歌有什么好听的 撞歌了呀 诸位 不好意思啊 我跟公主撞歌了 不过我这首歌 是改编后的 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海底 老母 从来对恋不得人 扯着笑脸 暗想人们脸上都挂着 名案 永远随随随念念 谁敢说 无言 来不及 来不及 你曾笑着哭泣 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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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唱 给你听 春日 云 下看你 明天是 多好天气 秋风 行 雪 花 海底 海底 看不及 奇迹 明明歌词都差不多 咱们听起来 感觉哪里 不一样 刚才在下沉 这一首 你下着被拎出来 晒太阳了 难分高下 怎么赢了吗 难分高下 的确是和难分高下 两首歌风格不同 不过呢 都是表现的拯救 怎么就难分高下了 我们赢的还不明显吗 还是说 公主说的对 我们乐坊的乐器 都送给公主了 就知道你会狡辩 什么 我赢 被马车装乐器 随公主一起离开 是 不是 今天的笔歌会 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赏脸 我赢了 不是 为什么这么不爽啊 哪对啊 满城通缉 你也是真敢来啊 你也是真敢让我来啊 你背叛的第三天 就有人来杀我 他们提起来 华夏历史上 曾经有一场血腥侵略 无数华夏子命 牺牲在这场战争之中 你不是想当皇帝的人 背着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 比不上某些人啊 说什么不想把现代武器 带到古代 背地里轻重机枪 排气炮 你是什么都来啊 废话少说 如果战争避免不了 赢的 只能是我们 我不光和北敌有接触 什么东湖 西戎 南夜 如果算上下的话 桑银赶攻过来 对付他们的 将是整个滑下 而不是什么东南西北中了 我这有坦克 我先带 我有武器 你有人手 合作愉快 我的人是好 可你这监视这么严重 你的武器运得出去 放心吧 已经运出去了 我安排的快递 无人敢查 谁能 是他 怎么走得这么慢 回公主 后面的运气极重 所以 会计 都给我认了 他的东西 一起去公主府 是 是他 只不过呢 你需要沿路去找 我的东西 恐怕运不去公主府 老板 老板 你真的通敌了 少少的 什么事 宫里来信 小心 不想了 皇帝勾结桑营 准备把我送到战场 里应外合除掉我 真是个蠢 桑营如果阳宫变正宫 他想念什么 知道他蠢 没想到他这么蠢 教授 你不会还想保 那个皇帝吧 既然这个皇帝不配 那我们就换个皇帝 韩靖还真是好狗命啊 先除韩长年 后抗桑营 啊 直呼陛下大 这可撒嘴啊 在我们眼里 哪有什么皇帝啊 什么都没听见 桑营这个时候派神神来我朝 沿海十座城市 换身叫苏聂 他们还不知道 主子 此事是关重的 也许 他们想当面去 宫里是谁在给你传递消息 请 是上次被他抓着挡枪的赵阳 别动 定妆 才画个眉毛你定什么妆啊 一顾一喷 三明治定中法 这你都没听过 这点化妆手段 全是我学来的 陈血爷又是什么时候 偷靠你的 皇帝跟他们离心离德 你能策反赵公公 我就不能策反陈大人了吗 嗯 给你也定一下 别闹 宣 桑营使臣进殿 山光贵子 您刚算是 坚果大下 桑营使臣 有意与大下交好 朕 怎能将和平拒之门外 不知 桑营使臣到法 为何事啊 不是说好了 理应外合 除掉你们国师 沿海的十座神痴 何时交给我 什么 对付国师 割让城池 放 此话是能在这里说的吗 朕 是大下国君 才能与 桑营这个 淡婉小国勾结 我就说吧 陛下怎么可能 为了对付国师 而治大下 于水火之中的 是啊 难道 天子也会卖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 总没什么好谈呢 这总 没有什么 父皇 使人前留步 父皇 不可 这个 掉的可不只是皇 父皇 这个 掉的可不只是皇帝 倒是我的皇位 谁能忍得住 父皇 你不能为了对付国师 得城池给他国 卖国的皇帝 朕值得太子 多么轻松的选择天 你以为这是为了谁啊 这是为了江山吗 这是为了你 所以 这割地 乃是真的 也是真的 勾连丧营 是为了杀国师 闭嘴 这是救悟之罪 这个国家都是我的 不想杀人 不想杀谁 即便大家是先大下于 战口之中吗 你却不怕变成王国居区吗 放肆来人 把太子给我压到 默仁府 朕今日就废了他 逆子 逆子 松心闭话 云霞 父皇 你可以废了儿臣 但桑爷乃禽兽之国 绝不可以与之共和 独之小二 上位必先安内 神桥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有杀之 我就在这 来吧 来吧 杀我呀 来吧 秦王水桥树 这回菜脱 你们两个果然是通敌买国 主委 帝王无德 李通爱敌 残害忠良 让百姓陷于水火之中 我要立太子寒敬为皇 谁赞成 谁反对 秦王是最臣 你 我手里的神器 桑莹爷爷 而他们的果 是指各火 桑莹难道也有神器 我 我是 此话可道真 东胡 西荣 南越 我都可以重新跳起 跟不跟我们合作 六看你们可能选 所以 你们是选皇上还是太子 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都抓了 动手啊 各位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臣愿同国师与秦大人一同抗战 臣愿同国师一同抗战 啊 犯了 你们全都犯了 殿下 现在轮到您做选择 殿下 现在轮到您做选择 师父 您想欠看到大厦被灭了 知秋 留我父皇一命 静儿 连你也有背叛朕 是 是这唯一的儿子 要是要这个王位 这给你便是 父皇 寒儿 你身在这样子 如何能作为这江山 就让朕 再替你做最后一件事情 请问 请问 这一枪 你应该叫我一个拿到话了 房单一在我身上 你当时吗 这不是假意识的吗 你有病吗 别骂了 你也骂了 没血 谁家房单一就做一剑了 我自己不得欲望 我看你演的也挺轻松的 啊 这种事你也敢开玩笑 希望你 喪盈大局进犯 师父 喪盈一战 就交给你了 陛下放心 我一定让喪盈 长个记性 小苏 走了 好 当个好皇帝 参见太子殿下 师父与我不必多礼 师父 难道你真的是 师父 你怎么会答应这件事啊 这明明就是 筹集军饷用来制造神器 有什么问题吗 父皇 你不能为了对付国师 得肠吃给他国 父皇 你可以非老而成 但桑莹乃禽兽之国 绝不可与之共和 殿下 现在临到您做选择了 师父 你想亲眼看到大厦被灭吗 这就 留我父皇一命 这就最后一面了 再不走 我怕把寒劲遇成下一个寒长年 那打退桑莹之后呢 算了 随便吧 你也能随便 随便找个海岛当岛主 陛下 陛下 我们赢了陛下 桑莹败了 那国师呢 国师 国师不见了 不见了 什么都不见了 国师不见了 和秦大人 一起不见了 他们把我们所有的神器 全都聚在了一起 动 包扎 陛下 只留下 桑莹的武器 陛下 国师还说了 这次来让我们自己 奥利给 加油 你说 这个国家 要是由我们掌控 该多好 小苏 彼时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还是先进去吧 很静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既然这个皇帝不配 那我们就换个皇帝 韩靖还真是好狗命 先除韩长云 后抗丧云 哦 直呼陛下大 这个杀狗子 在我们眼里 哪有什么皇帝啊 卖国的皇帝 正值得太子 多么轻松的时间 林侠 父皇 你好 走了 也好 ? 对 员 三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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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